作词 杨台湾 作词 杨台湾 作词 杨台湾 Every 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么幸运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时候 Oh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眉目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底下站在你身旁 那是你男神啊 老大 你不知道吧 小谷迷荣思伦有一阵子了 我亲眼看见他对荣思伦照片 你懂的 男神还挺多 还不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事 我们不等大腕我们等谁啊 这和大腕不大腕都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这个人工作从来不迟到 今天真的是第一次 实在不好意思 真的没事 这等等也是常事 再说了 我们刚好给布小谷开一个庆出会 知道我起晚了 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也好呀 你知道我只会回你电话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 难免也会不靠谱一下 所以你别生气 以后不会了 不好意思啊 我去下化妆间 好 我陪他去趟化妆间 笑好人啊 我还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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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准备 一会儿就开始干活了 干活了 好 不靠谱 这三个字 跟他永远都沾不上边 好不好 我心里听着也怪别扭的 原来爱上一个人 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彻底都改变了 新惠美就是这种 可以让男人 为他着迷的女人 文思默是这样 没想到连老大也这样 姓氏姐 你还是挺幸运的 最起码闻思默老师 她还是单身 对吧 快快快 扔谱 她再向我招手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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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 你答我几个问题 三十七条军龟嘛 我还没喂熟呢 孤岛策划案你看了吗 我可以参与 讨论孤岛的策划吗 熟说想法 我觉得孤岛的创意和设计 特别有代入感 我们九零后 刚刚步入职场 每天面临着很多 未知的挑战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努力地生活在 城市的精神孤岛上 我觉得是一个 真正的原创节目 除了创意 你还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这个 节目立项的难度 我们一直都说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 文化大国 但是缺乏创新 我们拥有庞大的 消费群体 但却没有与之匹配的 文化市场供应 我们中国的资金和市场 足以吸引 国外成熟的节目形态 从商业角度讲 我觉得 没有平台或者是制作公司 他们愿意冒险 去投资或者制作 本土原创节目 再加上现在 我们国内 没有很多成熟的团队 和好的创意 这样长期下来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长此以往 本土原创节目 就得不到复制 所以就会和欧美日韩的 节目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你担心公司 不会支持孤岛 公司支持吗 那如果支持的话 你刚刚的长篇大论 不就白说了吗 那写篇论文吧 就以孤岛争取立项的过程 成为案例 你留意观察 整个过程当中 一切的相关细节和资料 我全部向你开放 淳于总 写论文干吗用呢 就当是工作任务 可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多 每天那么累 您都忙得要没时间吃药了 写它干吗呢 高级制作人呢 不光只是干活 还要思考 要搞研究 再累也是一样 你的意思是 你没分胜任 我能 但是您一定要多加保重身体 一场梦一粒尘埃 可信陈醒来 孤岛 孤岛 制作人 孤岛 制作人的孤岛 喂 方老师 小谷 你最近好吗 好好好 挺好的 我 我真没想到 您会给我打电话 我长话短说 你呢 离开学校快一年了 又到毕业境了 现在啊 有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跟今年的硕士 一起提交论文 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把去年丢掉的学位 再拿回来 真的吗 你去年论文 我还有印象 本身是不错的 只可惜呢 没有完成 你现在数据补齐了吗 方老师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新的选题 我觉得比去年的好 我希望您能帮我看一看 给我一点意见 如果您有空的话 把糖果藏进口袋 穿上白色裙外 解开黑色发带 我在 人海中独自早来 再用紧 Hawaiian品牌 第三天 有一个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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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曝谷殿下 今天是你美好人生的新开始 一切地画 有一个天啊 一切地画 一切地画 第三天啊 是早晨的第一颗糖 最后告白自卖其卖 接下来请小心享受 迈出家门的每一步 小心 然后是早晨的第一口 新鲜空气 这 这是我 我喜欢那香水 你买着啊 你太厉害了 最后 是你全心感受的上班路 睁开吧 看哪儿呢 这边 我最近朝短线赚了一笔 送你个小礼物 这本 男朋友送的 不许说不 睡醒了 祝贺你升职 又能拿回学位 小博国 一切本该属于你的 最后都会在你手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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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五啊 你的薪水你很好 我大力支持你 太好了 感谢您方老师 真的太谢谢您了 好好好 方老师您多保重 方老师再见 她已经下班了 给她留一点私人空间好了 Court 布小谷 本应该属于你的 都已在你手中 不属于你的 就悄悄地珍藏起来吧 好 好 董事長 別說話 開車帶我離開這兒 咱們去哪兒 你先開出去再說 好 不能讓公司的人知道我出去了 你做好礦工一天的準備 如果你主管問起你的話 讓他來找我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刻 李宗盛 感谢淳于总肯给我这个时间来面谈 客气了 我看了您的策划 孤岛 我必须解释一下 小谷很忠于职守 是我太狡猾了 无妨 我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查过你 你为什么要退学 我已经知道了 我会想去哪儿去 当然 你想去哪儿去 哥伦比亚大学 我很佩服你对小谷的用心 我不否认我调查你 是担心他所托非人 不知道我的调查评分怎么样 布小谷跟你在一起 我放心 至于其他的打算 我个人的建议是还为时上脏 你可以再耐心一点 你的建议 我必须采纳 对了 我家惠美就交给你照顾了 你家小谷 就交给我吧 你这个小丫头真够可以的 不仅能逛 而且能聊八卦 你这个小丫头真够可以的 逛我是能逛 八卦 董事长 您今天讲的八卦 足够让我再重新认识您一次了 真的吗 这只是我功利的一步 可能再告诉你一个 没想到吧 真的吗 真的 怎么样可以吗 够劲爆吗 这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不跟我聊工作的人 我估计全公司上下只有你了 董事长 我不知道您给我的这个美誉 我是应该兴奋的 还是应该悲伤的 你当然应该开心 这绝对是美誉 我还听说当初你静永兴天是因为崇拜淳于总 这事您都知道了 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公司上上下下其实我都知道了 我从念本科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淳于总是我的偶像了 一直都是 他是我唯一的偶像 进了星天 认识他以后 我觉得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让我觉得他更了不起了 他是除我父母之外 给我影响最深的人 我还听说去年你是放弃了DTS来到星天 而且还牺牲了学业前途 这对一个刚出校门的新人来说 的确是挺不可思议的 你赌上这么多 就是为了追寻一个 其实你根本不了解的人 我该怎么理解呢 这算是 勇气 青春 董事长 其这事吧特别简单 两者结合到一起 就有一个字 傻 好 那我就致敬你的傻 毕业之前我觉得 没有什么事 比追寻自己的梦想更重要的了 认识淳于总之后 我越发地相信 我做的决定更对了 不但没有让我失望 没有让我改变主意 没有让我改变想法 反而让我觉得 淳于总是对的 我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 以后我都会跟寻淳于总 都会相信她 因为 她是给我动力 让我前行的人 没有什么 比这个让我觉得更重要的 也许有时候 也许有时候人就应该回到少女时代 问问当时的初心 也许就能够做出 正确的选择 《孤岛》这个节目 其实什么都好 就是名字太沉重伤悲了 我觉得应该换个名字 好 我跟您一起讲 首先 她得有动感 淳于总设计的这个理念 逃离孤岛 逃到孤岛 好 逃 逃亡 我觉得这个动词 特别有游戏性 而且还有紧迫感 逃亡 还得再修饰一下 《魅力远航》 《魅力远航》 各位 今天这个聚会呢 主要为了一件大好事的敲定 那这个事情太大了 我不敢说的 那 请白总说两句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我决定 东海集团 将注资十五亿人民币 和三亿美金 入股星天娱乐 成为星天 在上市之前 最后一轮战略融资的 单一买方 东海集团 跨界多个产业 一直走在布局 经济新增长点的前沿 近期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扩大 文化 娱乐企业方面的版图 谢谢白总 对我们的高度认可 星天一定不负众望 东海呢 以前对娱乐产业 投资得不多 虽然控股了东海经济 可呢 也就是玩玩票 最近 星天的经济部 发展得很好 这势必和东海经济 在行业内会形成强烈的竞争 我认为 这种内耗完全没有必要 既然合股了 那东海就并入星天吧 三个月之内完成整合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白总 不过 这东海是行业的第一 加大业大 这么一来的变动 会影响众多的大牌明星 光是粉丝的数量呢 我觉得都有 小半个中国的人口那么多了 那我想问一下 郁董事 这么多的大牌艺人 星天能消化得了吗 没明白 图总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 我们跟星天经济部 合并过后 那到底是我来领导杰瑞 还是杰瑞会成为我的领导呢 还真不好说 那我可就有点不放心了 那这样 正好当着白总的面 那我们把话说明白一点 那星天究竟会如何 力捧我们旗下的艺人呢 白总 兔总 既然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我们的保密计划 就不相瞒了 星天准备打造一档新的节目 叫《魅力远航》 这是一档全明星 励志真人秀 由淳于总亲自开发原创 我们也准备把这档节目 打造成真人秀领域 前所未有的新热点 作为星天A级重点立项的项目 我们准备 在艺人的卡司阵容上 优先东海旗下的艺人 图总 您满意吗 图总会满意的 郁董事长的话 说得很清楚了 就这么办吧 好的 对了 郁总 淳总 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东海的一哥 贾哲 阿哲 打个招呼 郁董 淳于总 久仰大名 贾哲 你们东海经济 一哥不是荣思伦吗 是这样 荣思伦啊 跟白总有点想误会 被学藏了 没什么误会 是 我不干预公司的事务 至于艺人该怎么发展 那是由专业人士来决定 我不管 在魅力远航的阵容安排上 我们的第一顺位 卡司是荣先生 没想到现在是这个结果 那正好 那这第一顺位 就让贾哲来吧 阿哲 表示一下 淳于总 来 我敬您 不喝酒 淳于总 胃不太好 淳于总 胃不太好 那好 好 咋子 玉米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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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我跟你说我男朋友 一会儿就要 你怎么才来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淳于乔 来晚了 把你轻一个 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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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书路口 来吧 我的 소�声 你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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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如你 你老太太 听他吗 我不行 你老太太 老太太 小萝卜 你最爱吃的这件 谢谢 快吃吧 吃完回家了 不行 我这论文赶着教呢 你这好不为不加班了 怎么又写上论文了 你怎么能让我独手工房啊 不行 别闹了 不想让我拿到硕士学位了 你的学士学位已经秒杀我了 足够建立稳健的论文 宇高南低关系 你还要硕士学位干吗呀 你要秒杀学历更高的男人是吗 我不允许 这什么东西啊 猫是吧 你爸妈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吗 我的事 他们一向不知道 也包括你退学吗 扎克伯格大人就退学了 我起码不能输给他呀 人家去弄网站了 你去干嘛了 我呀 我去华尔街操盘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眼快手快 我在学校念书太浪费了 有投行重金把我去 帮他们玩期货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去了 我赚的钱借了留在学校的同学 已经帮他们还清了助学贷款 他们可是少奋斗十几年哪 期货 投行 金融风暴什么的 是吗 你知道吗 中国黑狐的名号 至今还在华尔街流传 但是知道我真面目的人却很少 哥 早已成为江湖上 一个遥远的传说 真的假的呀 说得跟真的似的 被识破了 我就说中国黑狐这种外号 是没人会信的 所以除了外号 其他都是真的呀 你这么厉害啊 我 小伯伯 你好像是第一次 用你平时看魔鬼鱼的那种眼神看我 看 才多看几眼啊 我还在享受呢 天总 我一直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跟最优秀的男人抢女人 是我的天性 当然 要抢最优秀的女人 嗯 别坐地上了 明天上午要赶飞机呢 赶紧上去休息吧 来 嘴里有酒味不喜欢啊 不会 少说谎了 我的生活方式 还有我们这些朋友 根本就看不上 怎么了 我怎么会呢 刚才派对的时候 你一直黑着脸 害大家没有人敢靠近你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对 你是幕后高手 我们都是前台的 挑良小丑 我们就这么入不得您的眼啊 大家一起玩玩都不行吗 你这么做 让别人怎么看我呀 八级大制作人求善位吗 我心会没 有得着霸击谁啊 慧玛儿对不起 大人皆误伤 我不太擅长 让您误会了 到底怎样你才能 在疼的时候告诉我呢 总吃药不好 我给你暖暖 我以为我会治好你的 真没有 别闹 女朋友会治病 还有医生干吗 女朋友就应该无理取闹吗 你没有无理取闹啊 我就是无理取闹 而且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总道歉啊 为什么我不管做什么 你都要一味地迁就我 我们之前也吵架 虽然很生气 但是恋人之间 不就是应该有什么 都说出来吗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我不要你一个人 承受所有的委屈 慧玛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是我无论如何 也绝对绝对不能辜负的人 跟你吵架我后悔了很久 我想尽我全力地好好爱你 所以没有什么委屈 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你别多想了行吗 我太好了 你自然而言 是谁 你怎样 我太好了 这两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大 那个东海经纪的人来签约 他说那个荣思伦被血藏了这事你知道吗 就知道了 你看到他里边穿了衬衫了吗 那是高定的 中国买都买不到 新会美食这个品牌的代言 特权呗 看来昨天晚上还挺浪漫的 从来不迟到的魔鬼鱼都骑完了 你的脑子一天天想什么呢 你们女的就不想一边滑翅一边装清澈 不过啊 她跟新会美过得越幸福 咱们的日子可就越好过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她发脾气可少了 凭什么呀 这衣服我感觉我差不多给你洗干净了 你看 我不要了 怎么了 小野 那贾哲 上我一坨鸟屎掉到手上 他摔手就往我衣服上抹 那是我的衣服 就这袖子还一人呢 凭什么 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贾哲 那个二线小鲜肉啊 他现在是东海一哥 一哥他大爷 老子他妈不伺候了 老子上网黑死他 你别跟小孩似的别生气了 你能不能别替他说话了 你放点了 一哥 二哥 现在是后面的雨 这个是什么 她生日地方 导致的 沟达 你学习的 你学习的 我学习的 你学习的 你学习的 我学习的 我学习的 你学习的 淳于总 小野他 好看吗 你干嘛呢 行了 她毕竟是公司合作的艺人嘛 你以后看着她 你躲着点就行了 别跟她叫叫了 我忍得还少 躲得还少吗 老子不干了行不行 老子就受不了这种窝囊气 你 淳于总 刚刚冲到我屋来 就是因为这事啊 假如刚到公司一上午 所有人都对她好像不太满意 然后小野是第一个发作的 坏了 那个 贾州他们团队 跟林姐那边开会 结果两方打起来了 打 打 打得好 打什么好啊 快点跟我一块劝架去吧 不用劝 东海的人打不过的现场组 她那姓夏的资料给我 我说 吉 吉绣吉总说 甲热的数据属于硬捧炒作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粉丝人员 属于委热度 叫陪恩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她不发脾气 反而更吓人 这车酒店呢是我们老大的甄选 之前这个好莱坞技术团队的合作伙伴过来 都是在这儿下榻的 这些都是我们重新给布置过的 您就讲究一下吧 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这个节目其他的艺人呢 就是都是统一注 但是老大有交代过 您呢是单独安排 您这助理兄弟这伤 没事吧 还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个团队的 这个制片部门的人员呢 性子比较值 我们老大也让我给您带个话 让您别往心里去 别误会 打了人说误会 你们得负法律责任 没事 他这儿哪有什么伤啊 谢谢啊 开文哥 我去帮跟淳总说一声 他的心意我心灵了 那就好 这么回事 咱们这个魅力远航的周期呢 实在是太紧了 咱们下个礼拜 就要去这个欧洲的外景地 要实际拍摄了 然后这个礼拜 我们就在国内 把这些培训的部分完成 明天开始这个摄像师 就得给你跟拍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 节目的规则是这样的 从这一天开始 您所有的这个 生活起居方面的事 就都得由我们导演组 来对接 我们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这个全套的助理 还有营养师 还有这个专业的安保 他们就在隔壁房间 二十四小时待命 所以说 您这些从东海带来的 工作人员就可以 回去了 不行 我们必须陪着贾先生 贾先生 那 星天这么专业 一切都听你们安排吧 反正拍的是我 又不是他们 那最好 您就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好了 好嘞 谢谢他 我 睡觉吧 睡觉吧 睡觉了 我们睡觉了 你不是干吗呢 你们干吗呢 杰先生 我们已经开始录了 你 你自然点就行啊 什么啊 不是 我还没起床 别录别录 没关系 杰先生 我这不说就你 谁让你们大早上来拍的 还是人家不通知一下呢嘛 神随 神随 我手机呢 包括我处理的电话 给徒总打电话 杰先生 杰先生 个人通讯设备 都已经上交给节目组了 咱们这是孤岛式培训 这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来来来 时间不早了 杰先生 来 别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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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真不早了 杰先生 来 杰先生啊 今天抽中的培训项目就是潜水 杰先生 这位就是咱们的资深潜水教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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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先生 咱们今天上午要完成八十分钟的拍摄素材 多长时间 八十分钟 你 没问题吧 杰先生 你别紧张 咱们先热身一下 对对对 来 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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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没开始啊 杰先生 您拉我 别喝我 给 我 我呀 给我 我的代购清单 谢谢了 你不去欧洲吗 这次呢 跟老大确认过了 为了远航录制 你跟凯文去打前线 我呢 在家当留守经年 对啊 这个包法国专卖店的比较便宜 这个在西班牙买 剩下的 你就在任何一个机场的美食店 就OK了 哦 超额的部分 非大话 钱我一会儿转给你啊 拜托了 我从来没去过欧洲 我之前都让别人帮我代购 期待吧 兴奋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做真人秀 从我考进传媒学院那天啊 我就盼着有这一天了 那你就好好享受 二十四小时超工作负荷的 好花旅行 哎 扣笔拿来了吗 哦 哎老大 这这是不是有点过呀 你横班又迟到了吧 好 嗯 行 同志们 那我就先去法兰西 给你打钱家了 总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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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写完了吗 好 快了 出发之前写完一稿 到了欧洲你就没时间写了 好 我去 有点事 去哪儿他 东海图盛到了 叫他进来 好 老大 你先去忙 从外面把门关上 我 好 老大 你把假设怎么了 好 这只是一台机即拍的 另外还有两个机位 你知道为了给你们擦屁股 你给酒店付了多少钱吗 这全局强服的 去你大爷 老师 你总体面点说话啊 行吗 好 好 松开松开 我已经找了心理医生帮他 但是以他现在这个状况 恐怕暂时没法工作了 他孔水这个事 你们亲戚公司 不应该瞒着我们 当然了 你也瞒不住我 故意是吧 设计我们 我要的是融私人意 你应该清楚呢 我从来不讨价还价 谁到来天安排 谁留下心住在 越亲密越上海 过程过好无后怀 回忆不曾留白 回忆不曾留白 对未来的慷慨 对未来的慷慨 谁给出我的现在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这三个字 倒过来 偶aux 一废 Nikk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